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繼續收看《人民必答》這節嘉賓 請來Stanley 解答股票的問題 Stanley 你好 我們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見到電話旁邊有胡小姐 胡小姐 你好 胡小姐 你好 胡小姐 你好 我想問三個股票 是 你想問哪一隻 七六二 是 十一萬元入 我想問 見到它跌到九萬邊有少許存定 我想問可不可以買一些交貨 是 明白 還有兩隻呢 五號還未有貨 我想問哪個價位才可以買少許 明白 還有呢 還有 還有三零八 我想問哪個價位才可以買呢 還有這隻和五號是哪隻 請問 好 續隻來吧 我們先回答七六二 中聯通 見到12月8日的時間 公司就發佈了動4G Plus的計劃 然後 昨天發了一份報告 聯通推升4G的策略 有助於它轉向 維持一个賣入的評級 recently 真的數 T닥 其實我比較審慎 因為嚴格上 雖然公司有4G的新計劃 但現在要和中移動在4G市場上火拼 我也是那句 你不夠中移動爭的 因為中移動的制息 一來是國產的制息 現在中移動基本上是4G方面的市潛率 發展也好 基本上已經是排益很多 所以現在中聯通急起直追 我不是說不行 但這個消息似乎對於公司的幫助 我想不會太顯著 兼且因為你有這些新計劃 可能會加大公司的資本性開支 所以這個部署策略是對還是錯 當然 你說沒理由甚麼都不做 其實雙手可能 等這個中移動贏了 也不應該這樣做 但我的問題是 今次的成效 究竟是怎樣 我自己覺得 真的要再去 慢慢觀望 所以純粹以電運上去看 一般 但如果以股價上去分析 的而且確 中聯通的股價 在過去這段時間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下跌 現在暫時初步看 就是九斑邊這些位置 是見到一個支持 所以如果純粹以短線上的部署 因為如果純粹說 我想溝溫淡那個平均價的話 這些位置你可以考慮一下 但要記緊 如果這樣這個位置 真的穿了下去的話 考慮一下 就要施行做一些 支持的部署 因為現在 其實市貨 我相信現在來說 有時都是 沒辦法 雖然有些虧損 但是 都要面對現實 現在大市 似乎的氣氛 走勢 都真的不多理想 所以如果你假設 穿九斑的話 你考慮一下 先行就要估出指示 好啊 另外有兩隻股份想問的 一隻是五號仔 未有貨 問是甚麼價位可以給納 另外一隻 香港中聯1308 都是未有貨的 這兩隻股份 如果讓你選擇的話 會選擇哪一隻呢 兩隻本身就很不同 因為兩者基本上 連業務的性質 甚至乎 你可以說 規模 都差很遠 先說一下 308中壘 中壘的股價表現 這一排都是差的 基本上你都可以說 跟大市差不多 大市必然 都真的不理想 而且他的圖 走勢圖方面 另外有少少擔心 擔心些甚麼呢 我拉遠些看 可能會清楚 你說現在這樣看 可能你現在的看法 就是說 升到上大約3.8 這個位置之後 突破不了 你看得到 他基本上 股價 在這麼多次 裡面來計 基本上 除了這一次 有少少突破之外 其他幾次 到這個位置 都突破不了之後 有一個比較大的調整 所以這一輪的時間 基本上 股價已經 有一個比較差的 比現之下 我反而會擔心 他的股價 有機會 再進一步 下市大概是2.6 2.7 這些位置 所以這隻反而 如果以形勢去看的話 就不樂觀 而且公司業務的性質 之前我都知道 我同時也有推介過 但是 如果以股值上去計算的話 我覺得 不算太便宜 所以這一隻 我又不建議你考慮 有時候 伍仔 惠控 惠控是不同的 惠控純粹 如果以息去看的話 錄你的息 我覺得 其實有多吸引 但無奈是 股價不爭氣 有時候都說 純粹以股息去看的話 惠控現在這些位置其實是吸引的 但是最好是掩蓋價 你不看那個價 你看著它的息率的話 其實是OK的 而且你也預計它 照正常地看 它應該不會減排息 所以變相 息有吸引力 但是價又真是 難搞一些 其實你說現在的惠控 如果你對股價有什麼大衝勁呢 你問我的話我真的沒有什麼衝勁 我覺得這隻純粹是用來收息的股份 那價格是升不起的 因為 始終我經常都說 惠控現在正在做的事 純粹不斷在截漏 但開完完開不了 另外加息到它有些幫助 但是 大賭可能對股價的影響 都真的不太大 所以如果純粹以一個 叫做收息的角度去看的話 你可以考慮這隻惠控 但是記緊 那價格又不會太過 可能你的價格又真是會令你失望 所以都是 望顏色就算 不要太執著那價格了 我們看看另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是有黃先生的 黃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2318 平保和2628 中央數兩天未有貨 可否駁短線反彈 或者第一處什麼時候買入 明白 好 我們看看2318和2628的表現 2628今天跌超過百分之一 其實很多次都說2628和2318 大家都會選平保 不過平保今天的股價跌幅更大 跌幅百分之一 最新報41.3毛半 兩個都沒有貨 見到內地股市好像 每天都比較弱 Stanley你建議去選哪一隻 又或者如果兩隻都吸納的話 是否OK 我只會選一隻 都是選一隻平保 雖然你可以說 表現上近來好像 平保又比較差了一點 但是 我想你說2628的走勢 都不是真的很好 基本上也都見到 似乎 股價表現 都有機會再試 大概是 23.4 即是試乎這些 低位的水平 而且論業績上去看 論營運狀況去看 似乎 中人手都不是太理想 所以你要選擇的話 我會選擇 平保 但平保也不是 這間買 今早都在電視節目上也有談過這個股份 基本上就是 其實 沒有錯 如果以一個基本面去看 平保最好 甚至乎你可以說 它有金融超市的概念 基本上 如果你要那個 保持收入去看 它是最理想的一隻 但問題是 A股不爭氣 始終這些 是內險股 都會受到拖累 所以這一隻來計的話 其實沒有 我覺得可以等位買 你說這些位買 我覺得 都還可以等待 還有就是 如果它的價 有機會 可能回市 大概40元 維持的時間 才考慮一下 就剪下第一柱 即是這隻股份 你可以考慮一下 分住去買 我想 40元左右 一個可以考慮的 買入價 Stanley如果40元的話 上網空間有多少 其實你現在 這些位 就是你用40元買的話 可能要給點耐性 因為 其實你現在 我想買無顧分 都是 因為現在大市本身 都仍是比較上 蠻反覆下 所以就40元可能 可以了 但是 如果再跌的時間 就可能再 加購貨 但是上面也 不要太進取 因為 嚴格上 始終大市現在 都真的 比較上 蠻風雨飄搖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 以前高位 大概這一轉的時間 前高位大約46元 但這個可能是中線的目標 假設 短線的時間 突然可以打回一城 這些位置的時間 都可以考慮一下 先減少 明白 黃先生還有沒有其他股份問題 黃先生已經收到線了 節目時間其實都差不多 和Stan 你們先進行申報 剛才說過股份 請問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謝謝你的分析 休息一會 回來會有即市攻略的環節 待會再和大家見面 按下 請 我們 請